专家也分析认为 目前我国的防控形势很好 重点是外防输入 那么对输入风险高的 比如海关 边界 航空 隔离点 定点医疗机构等工作人员 在完成免疫程序后六个月 可以开展 加强接种 那么另外呢就是 在常规接种当中我们也发现 免疫功能相对较低的人群 以及六十岁以上的人群 他们接种后产生的免疫效果 没有十八到五十九岁的好 但是这一类人群呢 又恰恰是感染后的高危人群 他们感染后出现重症 危重症 死亡的风险 也高于其他人群 因此专家也建议 对这类人群在接种后六个月 可以开展一季加强免疫 另外专家还建议 我们国家由于工作 学习交流的需要 还有一部分人群要去到 境外的疫情高风险地区 或者是国家 那么专家也建议 对这类人群在接种 满六个月后 也可以开展加强免疫 但是否目前现阶段 要对全人群开展 接种六个月后的加强免疫呢 专家建议还带进一步研究 并且要根据疫情的情况 来做出综合的研判